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話說在年三十晚的夜晚 一間小店的外面 這個已經是晚上的十點半 要打仰了 也都是明天就要倒手睡了 這個小店外面的雪地上 就來了一個媽媽兩個小朋友 這個媽媽帶著兩個小朋友 來到這個小店門前 就跟那個老闆娘說 她說我們可不可以 要一碗清當僑墨麵 這個老闆娘就很窩心地 招呼他們進來 重新再透露 吃得很開心 這個年三十晚就是這樣過去了 明年的今晚 又是十點半 這三小店又再出現 又跟這個老闆娘說 我們想吃一碗清湯僑墨 這個老闆娘 跟去年一樣 馬上透露 但是今年有些特別 就是她跟她先生說 就是綠橋墨麵那個 就說人家三小店那麼慘 不如我們做夠三碗給他們 但是她先生說 她說不可以的 如果我們做三碗給別人 別人很尷尬的 而且是年三十晚 如果別人有能力 當然會要三碗 就是因為別人沒有能力 原來這個老闆很窩心 她說 你有所不知 去年其實我已經偷偷地 特意做一個大的碗 放了幾個麵下去 所以她們吃得很開心 這個老闆娘特別欣賞她老公 不只是懂得做麵 而且能夠體會別人的心情 就是這樣過去了一、兩年了 去到第三年的時候 很準時又出現 但是這次她們可以吃三碗橋墨麵 老闆娘和老闆就躲在後面 偷聽她們的對話 原來媽媽就說 你們很生性 爸爸幾年前過身交通意外 所欠下的債務我們已經還清了 每一個晚上她的大兒子在家裡 是煮好飯等媽媽加班之後回來 而她的弟弟也很乖地做好自己的功課 大兒子跟媽媽說 她說媽媽 前幾天 學校精文比賽 弟弟奪了冠軍 我代你出席了 因為我怕你太忙碌 而且沒有了勤工獎 她跟媽媽說 你知不知道弟弟 精文比賽寫的是什麼文章 原來弟弟就是將過去這幾年 在這間劇物麵店經歷被人鼓勵那種感覺 以及別人不會看下他們的鼓勵寫出來 這篇文章經過學校拿了冠軍去到城市 被媒體報導出來 這間的店舖後來的生意都非常好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尊重別人 又有同理心 通過我們的工作 原來是可以祝福人的